那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没耽误吧 耽误了 已经耽误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 然后那个拿钱了嘛 我说你一样那个打个借条 他都没这样打 哥们儿不错怎么打借条 我能好意思让您给打个借条吗 钱还了吗 还了吗 现在还没还呢 哥们儿不错怎么不还钱呢 这年都过了 借的时候说的好听 然后到现在还没还 孩子考学的时候 我说你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吧 本来家里就没有多少积蓄 然后他也不去给我要啊 你说有他这样做父亲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当时他让我要的时候 我确实是没好意思去 哥们儿挺好的 你说我用两万块钱 我怎么去冲他要 但是我也就这一件事 算是对不起孩子吧 我也向孩子道歉了吗 还有一件事呢 不提这还好点 一提我更生气 有一次孩子四岁的时候 我有事回娘娘 我把俩孩子扔给他 哪有他这样照顾孩子的 叫女儿小嘛 直接他带到洗浴中心了 那是孩子待的地方嘛 那你说你不在家 我自己领孩子在家待着 正好那个哥们打电话 三拒一样去打打会麻将 有啥呀 我听到他用挺好嘛 你姑娘四岁就能打麻将 没有 我还在旁边坐着 这熏陶啊 你说他都是打麻将 然后他们抽的麻糊都是烟 让孩子在一边吸那二手烟 你说对孩子身体能好吗 这当爹的有点差劲啊 这个带个 没儿童 现在孩子长得挺好啊 健健康康的 那能一样吗 那种环境是孩子待的地方吗 你说啊 你觉得他不重视你对吧 对啊 有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 对吧 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委屈 对啊 那女儿我就得惯着嘛 有啥呀 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 我就得有啊 那也不能太宠着孩子啊 孩子想要什么他都给买 有一次我带孩子去逛商场 然后给他买了一个玩具回来 然后没玩几天他就玩够了 他还想要 我就说别买了 然后孩子转个身跟他说 第二天他就去给买回来了 你说哪有他这样 太宠着孩子了 女孩嘛 你就得富养 你说孩子乡中那个东西 你看着别人家孩子玩 你说他就要 你说我当父亲那我心里能好受吗 是是是 那我就出去给他买了 怎么了 那我还觉得你当妈的不对了 你说孩子从你要个东西 你都不给买 那你不得分问要什么吗 头两天刚买完 你掉了还给买 哪有这样的呀 闺女没说 爸心情真好 来一个 他得他爸没那个能力 哪个爹有这能力啊 平常孩子要生个病啊 大女儿现在也在读书对吧 读书呢 跟他一起聊一聊天 讲讲睡前故事 或者帮他问问课什么的吗 这事一般的时候 他妈做的病 那都是很少的 他有时间就是在外面跟朋友喝酒嘛 所以我才生气啊 孩子也不管 家里也不管 你看你刚才你说了 你腿摔了 他没照顾你 孩子生病他管吗 哎呀 提这事我更生气 有一次孩子发高烧 也是晚上嘛 然后他跟朋友在外面喝酒 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 就说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然后后来 左等右等他也没回来 后来没办法了 我又给他打了一次电话 就关机了 我就来气了 你当时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没说那个孩子发高烧了 你不只说孩子那个感冒吗 我去一个小小的感冒 家里有感冒药 你就给他吃上去完事了嘛 我在外面还有应酬 还没完事呢 他总给我打电话 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关机了 后来我左等他也不回来 右等也不回来 没办法 我只能背着小的 带着大的 然后我自己去的医院 那后来完事 我不紧接着 我就赶过去了嘛 那你去了大海呀 当你去的时候孩子点滴已经打上了 然后孩子烧也退了 喝得满身醉醺醺醺的 你说他去当父亲还有责任吗 孩子有病你都不管 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你就只是在外面喝酒应酬 咧